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週五凌晨,西班牙盃準決賽將會上演國家打比 王駕馬達里將會在主場班牙盃球場迎戰宿迪巴塞隆拿 展開西班牙盃準決賽的首回合賽事 西班牙的國家打比向來都是充滿火藥味 雖然今場只是西班牙盃賽事 但兩隊之間過往彼此的恩恩怨怨 令雙方都勢必在這場比賽為勝利而展開全力的施殺 兩隊在過去五次正式比賽交鋒 戰績為兩勝一和兩負 難分高下的他們 今場在班牙盃球場再度相遇 必定會是一場精彩的比賽 王駕馬德里在上一輪的馬德里打比 在被馬體會打多一人的情況下 最後都是無法傳取三分 只能以一比一迫和對手 令到他們在西甲聯賽榜落後榜首的巴翠龍拿七分之多 為免的難度越來越大 不過他們在歐冠聯的賽場上 16強首回合賽事對陣利物浦 在先失兩球的情況下 最終都以5比2逆轉對手 晉級的形勢大好 華許近幾年 王駕專注於本土聯賽和歐冠這些重要賽事 至於西班牙盃 他們對上一次奪冠已經要追溯到2014年的事 今屆來到四強 面對目前正專注於聯賽的巴翠龍拿 說他是再次問頂這個杯賽的大好機會 球隊在整個2月份的賽事裡進攻火力強勁 包括雲尼斯奧斯 賓森馬和華為敵等主力 在近期的賽事都有進漲 而球隊近期的整體發揮頗為穩定 連續多場的賽事保持不敗 而且多數贏球 加上更重要的一點是 今場球的對手巴塞龍拿 有數名主力無法出戰 整體實力一定受到一定影響 縱觀上述情況 黃加馬德里大有機會在首回合 藉著主場之力佔得先機 黃馬這場就從消息方面 後衛的阿拉巴和菲蘭德·文迪 是因傷缺陣的 至於這場作客的巴塞龍拿 他們今季漸漸回復地上最強的本色 在本賽季 控球率低於6成的比賽只有7場 而控球率低於對手的賽事更加只得一場 不過各場球最終都以1比0取勝 這個數據顯示主帥沙偉的戰術佈置得當 在比賽中掌握大量控球拳 然後去進行合理的進攻部署 加上巴塞今季攻守兼備 長坤的失球率只得0.35球 這個數字在歐洲五大聯賽也是明列前茅 藉著這個表現 使得巴塞在今屆的西雅聯賽全面復甦 在踢完23輪賽事之後 目前以7分的優勢拋離王馬排在榜首 不過在歐戰方面 他們在歐洲聯賽附加賽被曼聯淘汰 連續8個賽季在歐洲賽場上果粒無收 也看得出球隊在面對一流對手打關鍵戰的能力 仍然不夠強硬 主帥沙偉在近日接受訪問時表示 他們現在的目標是西甲和西班牙杯 罷賽是想成為雙鳥冠軍 沙偉想藉著這個宣言為他的球員提真士氣 畢竟球隊在最近兩場各項賽事 線後輸給曼聯和艾美利亞 遭遇了今季罕見的低潮棋 在這個艱難期間就要迎來國家打比 雖然巴塞在近年的西班牙杯表現不俗 在2018年和2021年都能夠奪冠而會 但是在今場四強手回合面對黃馬 他們就迎來冰原的問題 中前場主力李雲道夫斯基 奧士文迪比利和柏迪三人 今場都因雙無法上陣 所以今場巴塞作下巴拿杯球場 對於沙偉和他的球員來說 是一個非常艱辛的任務 我是阿斌,多謝各位收聽